我长春人 04年来到深圳 大学读书过来的 我做的工作 不是一个单一身份的事情 我会做服装 一个空间改成了一个小工坊 因为我跟很多服装设计师 有沟通有交流 这个是我们给纽约的设计师 去完成的他的一个作品 他拿碎的纸 呈比例等间距的 我们做了裁缺 塞了衣服里 我们现在就是准备把这些 我们收回来的 有历史的 有故事的这些衣服 重新再跟我们 一些其他的材料布料 还有一些新衣服 叠到一起做改造 变新的一个物件 还会做品牌设计 这是我们去年 跟一个说唱艺人合作的 系列服装 那它的特点是 我们把它一手 从未发行的单曲 植入到了每一件的服装里面 那只要我们把这个衣服 靠近这个读写台 它的故事信息 跟那首曲目就可以听得到 只要手机靠近这个标签 也会把它从未发现的单曲 在那手机中直接呈现 给它听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起名叫做 Music Close 它会做一些旧的空间的改造 都是围绕着城市记忆去做的 一个物品 其实可能承载着一个人 背后大量的故事 那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空间 收集了不同时期的 有价值的一些物件 可能是一位老人 也可能是一个小孩子 它的一些生活用品 我们提炼出来 那它周边的亲人 朋友 甚至陌生人 也可能会因为 这一次小小展览 更加了解它 这也能够让这个社区 更加相互增加点连接的亲密感 这是我们去到了深圳的一所小学 最后在一节的课堂中 我们设置了一个小的命题 叫心目中的家园 小孩子就把它心目中的家园 画成了这样的样子 三年级 那我们呢 就让我们的建筑师 设计师 以及其他的朋友 把小孩子画的东西 变成现实 我觉得小孩子 想象力太厉害了 因为我的年龄段 一直都属于比较有兴趣点的 我太兴趣很多事情了 不断地去跟不同的人去合作 创造很多好玩的新的东西 我觉得只有在深圳 别人才包容我 让我有这么多种身份 我觉得我还是想要 卷入到这个城市 跟这个城市再近一点